新極大戰帝國進行曲成了戰場間的黑色幽默 烏克蘭士兵披心戴躍 在國境之東瞄準俄國領土 進行無人機設置任務 隨著烏克蘭反攻攻勢接二連三 俄羅斯為了拔除背脊 以盲刺 核武終究還是斷了出來 俄國第一階段的戰術演習 地面配裝匕首高超音速導彈 同時出動飛行載具 陸空兩路 演習恫嚇 但唯獨這一路 俄國在黑海的最後一艘飛彈艦 在差不多時間被烏克蘭直接擊毀 沿見海上失利 陸上在盾內 刺客北中南三線持續作戰 卻僅止於拉扯 俄國終究要出殺手 九屆來突破僵局 西方國家為求簽證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第五次到訪基輔 帶著禮物 承諾要給烏克蘭 防空系統援助 西方國家持續給予烏克蘭協助 但如何透過政治手段 避免俄國真的用上殺手劍 恐怕還是首要顧念 再立即回到我們報導 雪方帽 複outer